現在就要教這個葡萄牙青人傑 青人傑有很多個國家都有他們的名字 葡萄牙青人傑的特點就是它兩個圈可以移動 我們示範一下怎樣打 也是像青人傑一樣需要繩身和繩頭的 首先又是做個上踏圈 基本上所有青人傑的開始都是由一個上踏圈開始的 這次平時的青人傑就是穿上去的 葡萄牙青人傑就是先在圈的面上繩一個圈 然後再把繩頭穿上去 平時青人傑就會繩在後面 這次一樣都是繩在後面 但是繩在後面的時候要留意 第一個圈踏上面的時候 我們穿的時候也要繩過這個圈 而且翻下去的時候也要確保 第一個圈是包括在這個繩形的裏面 看到一二都是在這個位置裏面的 然後收緊的方法也是 好像其他青人傑一樣 三樣東西 一二三拉 這個青人傑的特點就是它有兩個圈 在同一個外圍裏面 而且它這兩個圈是可以移動的 看著 它可以令到一邊短 另一邊會長 同樣地也可以拉到另一邊 這個就是一個葡萄牙青人傑 雖然葡萄牙青人傑 跟其他有兩個圈的青人傑一樣 它是有兩個圈的 但是它的安全性也不是那麼足夠 因為它的圈是可以移動的 所以也是不建議大家 對一些長期固定 或者是一些稱人的一些 像人那樣的重量去用這個結 的